我未婚夫威尔和我几周前在纽约州北部度假,虽然那家酒店光线很昏暗,不过价格便宜,而且还有西音室。 有天晚上,我们吃完饭回来,当时大约晚上十一点,威尔想喝凭汽水,那家酒店没有电梯,于是我们疲惫地往楼下的自动贩卖机走去。 到一楼后,我们沿着一条长长的走廊走着,这时,我看到一扇开着的酒店房间门,走过这扇门时,我往里瞄了一眼, 看见一个老太太站在漆黑的房间中间,用拳头揪自己的头发,脸上还带着大大的笑容,我有点被吓到了,我看了一眼威尔,但她没看见这个疯女人。 威尔说,我觉得我们好像走错方向了,我们掉头吧,于是我们转过身又走回了她房间,不过这次我没朝里看,我们继续沿着这条长得离谱的走廊走着,走出足够远的距离后,我低声说, 宝贝,刚刚有个房间有些奇怪,感觉不太对劲。 她停下脚步问我是怎么回事,这时,我们看见一个自动贩卖机的指示牌,机子就在那个房间后面,我们转身沿着走廊往回走,突然看见一只胳膊从那个女人的房间伸出来,缓慢地挥舞着,但并不是招手问好,只是非常缓慢地来回摆动。 接着,她的房门摔上了,我们还听见门锁上的声音,我更害怕了,说我不想回到那里去,但威尔说,那个房间在大厅旁边,大厅里有服务人员,所以如果有事发生的话,我们只要往前台跑就行了。 我们走回那个房间旁边,来到自动贩卖机这里,就在大厅旁,像个储藏式的小房间里,我开始把零钱往机器里塞,但是我当时只有五分和一毛的硬币,所以这个过程花了我很长时间。 突然间,我感到有人在盯着我看,我往门口的方向转过身,那个女人就站在那儿,脸上带着大大的笑容盯着我们。 真正让我特别害怕的是,我们必须得走过三扇沉重的门,才能到这儿来,这意味着,她是故意悄悄流进来的。 我和威儿只是待在地盯着前方,假装没看见她,这时,我已经不再往机器里塞灵前了,像尊雕像一样待在那里,接着,她咯咯笑了起来,是一种小女孩似的间隙的反应。 我在余光中,看到她用手捂住嘴巴,我吓得哭了起来,这时我已经呆住了,只是在那儿听着这个疯癫的老太太一边盯着我,一边像个五岁的孩子那样咯咯笑着。 接着,她就转过身走开了,威儿抓过汽水,然后我们离开了,我们沿着长长的走廊一路往回跑,一直扭头朝后看着跑上四层楼,回到了房间。 我在门后抵了一把椅子,整晚都没能睡着,到了第二天早上,我没看见那个女人,虽然不知道那个女人那晚想做什么,但每次想起她的笑容,我就不寒而栗了。 我其实遇到过很多非常非常吓人的事情,但我想先讲一下这一件事。 那是我21岁的生日的时候,我和三个最要好的女性朋友一起去纽约旅行庆祝。 但是其中两个朋友拉娜和茉莉关系不是很好,还有一个当时,还有现在都是我最好的朋友,艾尔。 我生日在12月,所以我们去旅行的时候天气非常冷,我们住在酒店的同一间房,有一天晚上我特别累,所以最后提前一点回了酒店。 我不想破坏朋友们的娱乐时间,也不介意他们在外面多玩一会儿,或者到酒吧去。 我回去给当时的男朋友打电话放松一会儿,我想回酒店里还有一个原因是,我的心很累。 整整一天,拉娜和茉莉都在断断续续的争吵,倒不是什么大事,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。 因为他们俩的性格不合,我不喜欢小题大做,而且被夹在中间很烦,我真的很想一个人待着。 所以我那个时候回到了酒店,在跟我当时的男朋友聊天,二十分钟后,我接到了第二通莫莉打来的电话。 我接了起来,她在哭,她一直都很情绪化,不过我还是很担心,对话大约是这样的。 拉娜真是个混蛋,我要回酒店跟你待在一起。 你还好吗,怎么了? 我们在住宿车上吵了一架,我就是不想理她,我现在回来了。 好吧,那你注意安全,你什么时候到? 差不多十分钟后吧,我刚上出租车。 好的,一会儿见,你到了之后我们可以聊聊天。 我跟我男朋友说我要和茉莉待在一起,然后挂断了通话,几分钟后她走进来,告诉了我他们的争吵。 我都不记得他们吵架的内容了,很可能只是因为一件很小的事。 不过我们聊了一小会儿,然后我说我们应该好好休息。 那时漫长的一天,我已经受够了这一天的闹剧,所以我们就去休息了。 埃尔和拉娜大约一小时后回到酒店时,拉娜喝得烂醉如泥。 她跌跌撞撞地走进来对着茉莉大骂着,我听不清她说了什么,茉莉冷静地说了些什么。 总之是反对拉娜的话,拉娜非常生气,还把我的行李箱狠狠地踢到了墙上,这也把我惹恼了。 不开心是一回事,但是破坏别人的东西是不对的。 我受够了,想要离开这里。 我另一个最好的朋友,她没有来,她有一个姐姐就住在皇后区,她的家人就像我的家人一样。 所以我给她发了短信,把情况跟她说了,问她我能不能去找她,跟她一起过夜。 她说当然可以,于是我抓起行李箱朝电梯走去,电梯很慢,所以我在那等了几分钟。 之后,茉莉从房间里冲了出来。 我跟你一起走。 不要,我想一个人待着。 对不起,我们破坏了你的生日,但我想跟你一起走,我现在不想跟拉娜待在一起,她就是个混蛋。 好吧,随便你。 电梯门打开,我们朝酒店大厅过去,当时大约是凌晨两点,纽约总是人来人往的,所以我来到大厅,发现一个客人都没有,我很惊讶。 那里只有一个男的在前台,还有一个酒店员工站在附近,外面真的很冷,所以我想找人帮我叫一辆出租车。 我问前台能不能找人帮我,她把另一个男的叫过来问了问。 那个男的长得很高,至少有一米八,看上去比较壮实。 她留着短发,长着一双极其敏弱的蓝眼睛,但并不是友善的那种,这双眼睛看起来很不对劲。 我还记得,她没开口跟我说话的时候,我就已经有这种感觉了。 你要去哪儿? 她操着一口可能是俄罗斯口音的腔调问道,就连她的声音似乎都冷冰冰的,好像不太友好。 我有点说不出话来,嗯,我们要去皇后去。 她停顿了一下,靠近我,把脸凑了过来。 我身高大约一米六,她弯下腰故意很靠近我,准确来说,就是如果她再靠近两三厘米,我们很容易就亲上了。 然后她问,就你们两个人吗?没其他人了。 我一边说,嗯,是的,一边试图把身体厚撤一点,好拉开一些距离。 我感觉她真的盯着我的眼睛看了好长时间,但实际可能只有五秒,接着她就只是笑了笑。 我记得自己当时特别害怕,有点僵住了,直觉告诉我有些不对劲。 我看看朋友,她看上去也很不自在,好像想用眼神暗示我这个男人也让她毛骨悚然。 她终于从我身边退开了。 待在这里。 然后她拿出手机打了个电话,她说的是俄语,所以我听不懂。 打电话的时候,她一直盯着我和朋友,我还记得当时感觉自己没法动弹了,我想我们是不是应该直接跑掉才对。 我不停地回头看酒店的玻璃大门,希望奇迹出现,能有一辆出租车开过,这样我们就可以离开了。 大约一分钟后,她挂了电话,然后说了一句,有人来了,稍等一下。 几分钟后,另一个人走进了酒店。 她穿得一点都不像酒店工作人员,这也是我最担心的地方。 然后,她开始和用俄语打电话的那个人交谈起来,他们不停地点头,一边说话,一边看对方,再回头看我和茉莉。 那个眼神诡异的男人看着我们说,他会带你们去想去的地方。 是,是,什么? 跟他走,他会带你们去的。 却在这时,我回头看向大门,发现一辆出租车在缓慢地向我们这条街开过来。 哦,没事,我看到那儿就有辆出租车,我们坐那辆就行了,多谢。 我大叫着抓过茉莉的手,出了酒店向出租车跑去,一上车我们就看了看对方,倾诉了对刚刚发生的事情的恐惧。 我们都很害怕那个男人,都认为这个人这些事有些不对劲。 而我首先想到的是,他们可能是人口贩卖团伙的成员。 每次回想起那个晚上,我都会感到很庆幸那辆出租车的出现,它来的正是时候,我永远不会知道那个人有什么目的。 不过后来,我在纽约住过,并且去过很多次,但从来没有酒店工作人员会主动提出亲自开车送我去某个地方。 我不知道,如果我们跟那个人走了的话,会发生什么,但我感觉,肯定不会是什么好事。